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TCG Cardshop Simulator 這個模擬店的遊戲裡面 安裝Pokemon Mob 首先要進入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會放在這個簡介 讓大家可以進去 只需要根據它的步驟來下載 其實你就可以獲得Pokemon Mob 現在最新的就是0.47.3的版本 如果你是安裝最新版本 就一定是這個版本 如果不是這個版本記得更新 可以提及的是不僅是Pokemon Mob 還有其他一些Mob可以玩的 這裡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Mob 譬如有一些Pokemon Dead 基本上都會不會特別 還有一些比較實用 你們可以自己選擇 哪些自己喜歡的就可以下載來試試 回到這個Pokemon Mob如何安裝 它有教導的 就是先下載這兩個檔案 我們先示範一次 再按進去 然後你會進入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下載的 按進去 當按進去之後 它就會有這個介面 之後按Slow Download 因為你沒有這個會員 Slow Download 這裡就是一個 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捐贈一些 一些錢給這個作者 通常如果你不理它 之後它就會下載 當你下載完之後 你就可以跟它的步驟去做 第一個步驟就是 要開這個B字頭的阿叔檔 我們開啟 B字頭就是這個 我們開啟 有這些檔案 然後它會說些什麼 將這些檔案 全部放在這個遊戲目錄上 那教大家怎樣可以找到這個遊戲目錄 就是先打開這個Steam 然後Steam去到這個售頁之後 我們又去到這個 瀏覽本機檔案 這裡有個管理 按進去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你的Steam遊戲的目錄 那我們來看看 好那看回這個圖片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的file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放進去 對了 對方就放進去 然後套用到所有 然後就按 試 再取代 OK 那就搞定 這個可以關掉 之後呢 那它下一個步驟呢 好的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這個 TCG Card Pokemon 這個 我們又打開了 TCG Card這個 那就是這個 那它這次呢 只是說 只需要把這個BEPLNEX的file 去到這個目錄 很簡單 這次是做的 做法 放進去 然後再套用到所有 然後按試 再取代 好那第二個步驟呢 已經完成 之後呢 就到第三個步驟 好那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把三個file 放進去 這個 Cardshop Simulator Data裡面 那這裡我們可以按進去 然後呢 就把 這裡 TCG Card 然後按進去 這個有個Data File 就把這三個放進去 那當它完成的話 那這個安裝Mock的過程 就完成了 好那等它過完這些資料之後呢 那整個步驟呢 就已經完成了 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這個Mock 成不成功了 好那這裡呢 我再進去我自己的 測試一下 你看到呢 其實它這個牌呢 你看到是Pokemon 那基本上呢 就成功了 那 然後呢 等它加助進去 那 進回來了 你看到這個呢 依然是我的招牌 對啦 然後呢 然後這些的插圖呢 那都是Pokemon的東西 這裡呢 都是Pokemon的東西啦 大獅牌啊 火凶龍啊 這些啊 基本上都是一樣 是不是一樣 看一下 好像有點不同 好像漂亮了 有些樣子 又變成月二倍 之前是月二倍嗎 不要緊啊 之後是Pokemon的東西呢 那都OK的了 OK 那這次的教學就來到這裡先了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想要的Mod來玩啦 好 那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先 來吧